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虧計筆小封面仔 今天呢 我就要介紹 不是介紹 教學 教學什麼呢 就是教學如何把 如何製作這些封面的照片 還有如何把它放在你的影片裡 現在我就 首先先教大家 如何製圖吧 我就介紹一個Apps給大家 叫Photo Editor Pro 大家可以在Google Play找得到 這個是一個 好很不錯好很不錯 好很不錯的Apps 就這樣講我可以把兩張照片 Edit成一張啊 就不是有廣告了 兩張照片 Edit成一張 原本是這樣子的 假顏色那些啊 然後還有這個兩張的分別啊 要如何製作 首先選定你的照片 按下去 然後咯啊 下面這邊一拍東西 就有Effect 通常是用Effect 然後再加 Text 其實這邊還有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去慢慢研究 慢慢去改 然後 然後這邊就寫 開箱 警 然後如果你要寫很多字的話 你就一直寫哦 寫了就Apply 然後又再弄過又寫一拍哦 不轉業開箱 就這樣子咯 然後 這可以橙色 然後可以放大 放在上面啊 之類的 然後 大家也可以加很多字啊 然後按單 它就會把照片 save起來 不過save這照片的時候 一定會出廣告 因為免費版 沒有辦法了 OK 呃 如何製作圖片 就已經交完了 OK 現在回到了我們 YouTube 電腦版的YouTube啦 然後 你就把你 Edit好的照片 把它 呃 利用USB save在電腦 之後呢 就 按這個 打開呢 創作者工作室 然後要怎樣呢 就 看你要改變哪一個的照片 就按編輯 然後 這邊就有的更改啊 它 最先會給你三個照片 如果你三個照片都必要的話 你可以按這個更改的照片 然後 就找你的照片 就 我的示範在desktop 就是 這一張 其實是同一張的啦 所以就是這樣咯 然後你就要保存更改 我就不保存啦 因為 我已經是弄好了 然後 就是這樣啦 如果你說 如果 萬一我是在 上傳著 這個影片要怎樣呢 就比如說 你上傳著影片 然後 我就隨便找一個影片來上傳 等一下 就 隨便一個就是這個 啊 intro 我們的intro 然後 它在上傳著 你就可以按這個 自訂 圖片 然後 你就一樣 把它 放下去 就 就 那個照片 看你放在那裡 我就放在desktop 就是 就這樣咯 然後你 double click一下 它就會這邊 你就會寫 然後 等多一次啦 sorry 就去desktop 然後 按你要的照片 然後它就會寫上傳中 哎 為什麽呢 對呀 就是這樣 然後 就是這樣啦 今天我們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就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 subscribe 但是為了讓你 即時看得到我的 影片消息咯 一定要支持 支持 所以現在我們的目標是 100訂閱 100訂閱會有 特別的回饋咯 記得 記得 掰掰 掰掰 我們下一個 小鈴鐺 就好 我們下一個 小鈴鐺 就好 小鈴鐺 就好 小鈴鐺 就好 有 小鈴鐺 就好 你 有 小鈴鐺 有 四 四 五 四